刚才我们解决了 所谓两个重要的性质的第一个性质 那么我重写一遍 写在这边就是 一个多向式函数 其实将来你会知道 不是多向式函数 这个公式也是对的 这个性质也是对的 就是f of x乘上一个 乘上一个系数c以后 要做这个它导函数的话 那么就是相当于这个c可以提出来 然后后面的函数 自己去做导函数 做完了以后再把这个c 当作系数乘回去就好了 那第二个性质是要说 如果有两个多向式函数 这两个函数要加在一起 做导函数的话 其实就是它们分别做导函数 然后加在一起 好 这个我们的策略稍微改变一下 我先不要推论 到底是为什么会是对的 或许大家不太关心 它为什么会是对的 我们先来看看 如果有这个性质的话 有多好 有多好呢 所有多向式都可以做导函数了 所有的多向式函数都可以做导函数了 比如说这个f of x就是x平方加1 好不好 加1 那它的导函数是什么东西呢 那我们先这样写 是x平方加1的导函数 但是从刚才的第二个性质呢 我可以说它是前面这一项的导函数 加上后面这一项的导函数 那前面这一项的导函数就是我的基本公式 2x 后面这一项 好像比较陌生一点 看不到它是什么东西 我们过去也没有做过 但是让我们回到 所以这是一个机会 让我回来再说明一下 这个1这个函数 它的导函数会是什么东西呢 那你这要想 1这个函数写成 在 在任何一个点的 泰勒形式的时候 对不起 会是什么东西呢 那你只要稍微看一下 就觉得这是 这是很无聊的事情啊 1根本就只有一个数 1 然后它要等于某一个实数C0 加上C1乘上一个一次项 加上C2这个系数 乘上一个平方向 那在等号的左边 根本没有一次项啊 根本没有平方向啊 所以这些后面都是废话 它们呢 都是0 那C0又是多少呢 C0当然就是1嘛 因为这要相等嘛 长数当然要是1 那一次项的系数当然要是0 二次项的系数当然也要都是 后面的都是0 那这个一次项的系数 我们不是说过 就是f'a 这个时候f是谁 好对不起 同学不要搞糊涂了 我这边白色写的f是x平方加1 现在我要用黄色的说 另外一个f of x它就是1 当f of x就是1的时候 它在任何一个数的导数 都会是0 因为它的泰勒形式的一次项系数 一定会是0 这也就再换句话说 1在任何一个数的导数都是0 再换另外一句话说 1在任何一个 对不起 1的导函数就会是0 就是0这个 就是0多像是啦 就是0多像是 那为什么我在基本公式这边 不需要另外说呢 因为你想想看 如果这个f of x就是单向函数1的话 它其实就是x的0次方 在这个公式里面 就是n等于0 那f'我们刚刚不是说 它会是n乘以x的n减1次方吗 那n就是0 所以它是0乘以x的-1次方 那反正0层上的东西 通通都被杀成0了 所以就是0 好 所以我在基本公式里面 虽然刚刚没有探讨 n是0的状况 所以我也没有独立出来 告诉各位同学 n是0会怎样 但是其实已经被包含在 这个公式里面了 也就是说 当n是0的时候 f'就是0 它就是0多像是 好 经过这个解释之后 让我们回来继续完成这个使命 这个任务 1这个多像式函数 唯分以后就是0 它的导函数就是0 所以这个加在一起 就是2x 这个有没有很厉害啊 那好 这个很厉害 那我们再做一个例子 当f'等于x3次方 加x平方 加2x加1 好吧 像这样子的时候呢 它的导函数可以怎么做呢 它是x3次方 加上x平方 加上2x加1 的要做导函数 那刚才的第二个性质 告诉我们说 可以每一项自己 做导函数 那第一个性质又说 如果前面有一个细数的话 那个细数可以提出来 所以呢 这里前面的细数是1 哎呀 那我们就说没有细数吧 x平方的细数也是1 没有东西要提出来啦 2x的细数是2 我可以把它提出来 变成x 再做微分 然后1当然自己就微分就好了 好了 现在我们就可以回到基本公式了 从那个基本公式呢 x3次方的导函数 会是3倍的x平方 x平方的导函数呢 会是2倍的x 那个2在扣1 就没有了 不是没有 就是一次方 然后加上2倍的 好 这是个问题 x的一次方 它的导函数是什么呢 我想我现在不要回到 泰勒形式再推导一遍 就是简单的告诉同学 其实这个公式还是可以的 这个公式呢 当n是1的时候 这边就会变成1 乘上x的1减1次方 1减1次方是0 所以x的0次方 任何东西0次方就当它是1啦 所以它就会变成1 我在 我在这里说一下 这个x的一次方的导函数 会是1乘以x的1减一次方 所以会是1乘以x的0次方 那任何东西的0次方定它是1的话 我们就是1乘以1 得到答案是1 所以x的导函数呢 就是1 那1的导函数 刚刚说过了是0 所以只需要再整理一下 其实也没有多少好整理的事情了 3x平方加上2x加2 就是这个多项式函数的导函数 那么它在任何一个数 比如说负1 比如说3 比如说7分之1 在那些数上面的导数是怎么算呢 就是把我刚刚说的那些数 带进来就可以计算f of x 在负1在3在7分之1这些地方的导数了 所以这是一个非常非常厉害的公式 应该说非常非常厉害的性质 回头来再看 这个基本的公式再配上这两个性质 就可以拆开任意的多项式函数 把它拆成一项一项再把系数提出来 然后就会每一项就会变成基本公式 就会用基本公式就可以各个急迫 来做一项一项的这个 就是说用一项一项的顺序 来做多项式函数的导函数 那最后的一点时间 我们很快的说明一下第二个性质 为什么会是对的 为什么会是对的 那就是说这个f of x 如果处以x减a得到了一个q 然后余当然会是f of a 那从这个除法原理 我们知道结果是这样子 那另外一个函数g of x 同样也是除以x减a的话 如果它得到的伤是p of x 它的余当然会是g of a 那么用除法原理来说 它就是g of x减g of a 会等于 对不起 p of x乘以x减a 那么回f加g呢 f加g就是新的这个多项式 把f跟g加在一起 它如果再除以x减a 它会得到什么伤 它会余下什么东西呢 从这两个式子可以看得出来 如果这个式子跟这个式子 我们把它相加 我们把它相加 得到的结果呢 会是f of x加上g of x 然后再加上 对不起 相加 但是它有一个负号 把那个负号提出来 减掉f of a加g of a 那后面这两个 有一个公因式x减a 所以相加以后呢 可以提出公因式 得到的结果是 p of x加 对不起 q of x 然后乘以x减a 好啦 这又是另外一个 除法原理的样子 这就是我的被除式 f加g x减a就是我的除式 所以从除法原理的样子 看得出来 这个就是鱼 这个就是桑 所以f加g 新的多项是 除以x减a的桑 就会是p of x 加上q of x 那么刚才说了 f加g在a 以a为参考点的一次 一次的态勒形式的一次系数 也就是说 f加g 在a的导数 就是这一撇 写在这边的时候 那个导数呢 就会是 这个p of x 就会是把a来进去 p of a加上q of a 就会是这个数 那这个数呢 就分别 就会是f在a的导数 加上g在a的导数 所以这就说明了 好 这就说明了 如果你已经从f跟g 用除法做出它的导数了 则把它们加在一起以后 要做导数呢 就相当于是 把它们分别做了导数以后 再加在一起的结果 是一样的 OK 所以我知道这里说的 不是那么的细节 但是就是要解释一下 透过我们之前 已经学过的除法 跟除法原理 我们的确可以保证 这个性质一定是对的 对所有的多项式函数 它一定是对的 也就是说 f加g要做导函数的话 就可以分别 把它们的导函数 先做出来 然后相加 再换句话说 就如我们刚才 做的例子 任何一个多项式函数 都可以拆成一项一项的 来做它的导函数 而每一项里面 如果有细数的话 又可以提出来 所以最后我们一定 会把多项式 一般的多项式函数 改成一个一个的 单项基本函数 用基本的公式 去做它的导函数 然后再把细数乘进去 然后再一项一项的导函数 加起来就会得到一个 一般的导函数公式